2023年3月17日上午10点 武林峰535至中和搏击对抗赛新闻发布会 在唐山南湖足球酒店顺利举行 所有参赛运动员体重全部通过 比赛将于2023年3月18日 今日21点在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展 届时河南卫视及各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 武林峰海南公司执行董事 总导演于磊与唐山文旅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袁权代表双方表示 自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2021年签署战略合作后 已经在唐山举办了四场高水平的搏击对抗赛 双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着力构建东北亚国际经济文化体育交流平台 特别是作为国内顶级武术搏击品牌 武林峰云集了中外搏击顶尖高手 高质量推动了唐山英雄陈世家功夫制度这一文TIP 双方携手共同探索赛世家文旅中国是现代化新场景 必将会就唐山师和远方的新画卷 武林峰海南公司执行董事 总导演于磊唐山文旅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原权唐山文旅体育产业 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孔王武林峰海南公司执行董事 总导演于磊也对所有中方运动员送出了鼓励 希望所有中方运动员都能拿出我们中国男儿的实力 通过在擂台上的比赛与拼搏 让世界看到中国力量 看到我们民族的战斗精神 荷兰作为世界踢拳强国 训练体系完善 人才辈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荷兰涌现出包括彼得阿兹 雷米邦加斯基 胡斯特 克劳斯等在内的众多世界顶尖的格斗明星 尤其是他们独创的X型打法 在踢拳世界影响深远 可以说荷兰随意拿出一个职业选手 都是不容小觑的实力派 然而如今的中国搏击 正在飞速上升 中国搏击力量 也早已成为在世界格斗擂台上 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在新闻发布会上 荷兰战队的领队天王克劳斯表示 这一次一定会重演十年前中和对战时 中方惜败的场景 而中方战队的领队腰刀魏瑞泽表示 荷兰在踢拳领域的确很强 但是中国搏击早已并非十年前的模样 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让世界看到 恐怖的中国力量 双方剑拔弩张 只带擂台上剑 左二 克劳斯 右二 魏瑞首先进行的是六组陆波比赛的选手 商欲回归的小霸王徐元庆 以及被寄予厚望的陈永辉 在称重仪式上格外出彩 直播的比赛中 除赵崇阳与泰国老将赛昆霹的对决外 剩下的六场比赛 皆为中和对抗赛 徐元庆vs伊戈尔 格鲁吉亚 陈永辉 vs拉多 格鲁吉亚 中国嘴炮顺利 总是在赛前便看对手不爽了 这一战 是他KO别人 还是别人KO他 反正打到最后 这个擂台上只有一个人站着 顺利vs塞哈迈德 阿库达 荷兰 移成硬汉孔德祥的拳头 究竟有多硬 孔德祥vs半 湖内 荷兰 七门雪剑 徐剑 带着教练为他安排好的大招走来 信心十足 徐剑vs阿纳斯 荷兰 折服一年的奇迹女孩李明锐 这一战能否再造奇迹 李明锐vs埃拉 荷兰 金刚 韩文豹 一个月前刚刚拿下 2023武林峰世界功夫之王 三天前凌威寿命 承受了降虫痛苦的 韩文豹与荷兰天才猩猩尤纳斯 这一战究竟谁是擂台的王 韩文豹vs尤纳斯 荷兰 好久不见的小吸毒欧阳峰 殷伤错过了 2023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一直期盼与WLF 世界现役金腰带拥有者 穆瑟夫一战 这一次的对手 正是曾战胜过穆瑟夫的GLROY 世界第一黑猿巴亚 面对荷兰人赛前的不断挑衅 欧阳峰信心十足 誓言要打一场等待三年的漂亮仗 欧阳峰vs克里斯蒂安 巴亚 荷兰 2023年3月18日21点 比赛将通过多个平台 进行同步直播 一个月之后 4月22日中日搏击对抗赛 也将在唐山上演 对于武林峰的全迷来说 以后我们可以不说唐山 我们来了 而是说唐山喜欢您来 出席新发布会的领导还有 唐山文旅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 总经理孔王 武林峰海南公司总编辑 常务副总经理杜孟游 唐山文旅体育产业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张绍南 唐山文旅体育产业集团 总经理助理孙洪国 唐山文旅体育产业集团 总经理助理韩树安 唐山文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洪波等